中華民國政府5月12日對美洲國家組織附屬機構 泛美開發基金會捐款30萬美元 以支持該基金會在海地從事災後重建與復原 以及防治禍亂等工作 駐美代表袁建生大使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出席泛美開發基金會在美洲國家組織總部舉辦的捐款儀式 並將30萬美元捐款支票親自交給泛美開發基金會會長葛梅茲 一方面是做訓練年輕的學子Latin America Carribean 同時也因為他在OAS 那我們也希望加強我們跟OAS的合作關係 那麼這一次海地是一個special project他們有的 那我們覺得我們也應該共襄盛舉 所以我們決定捐著30萬美金 讓他們能夠真正發揮他們最大的效果在海地我們的友邦 葛梅茲會長在致辭時 感謝中華民國政府的捐款 稱此項捐款凸顯台灣與該基金會的共同目標 通過提供給最脆弱的社區具關鍵性援助的方式改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人民的生活品質 中華民國政府提供的捐款將用在泛美開發基金會在海地推動的三兒目標 即重返安全家園、重建社區及恢復生計 袁建生大使在致辭時表示 泛美開發基金會設在拉美地區的分支機構中 已位於海地的分支機構規模最大 而且該基金會在海地推動相關工作的經驗超過30年 建立的網絡可謂激深切廣 中華民國政府在協助海地、災後復原以及防治禍亂疫情等工作上 再也找不到比泛美開發基金會更好的合作夥伴 海地駐美洲國家組織常任副代表 也致辭感謝中華民國政府的捐款 泛美開發基金會成立於1962年 設置在華府美洲國家組織的秘書處 該基金會的宗旨在於集合所有相關力量 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各國人民 改善生活水準、因應自然災害、支持人權以及保護環境 過去40年來 該基金會在西半球推動的計劃 已經加會22國人民 受惠者超過1000萬人